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开始一个全新的分析的仪器方法 我们直接跳到23章 22章是一个Introduction 22章的话 各位你们带课本的话 你们看一下 它的标题叫做Introduction to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 电分析化学的简介 电分析化学这个简介里面的内容的话 各位以前我想从高中开始 至少从高中开始 你们应该教过所谓的氧化还原 教过吧 氧化半反应 还原半反应 一个氧化半反应接一个还原半反应 形成一个电池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22章 Introduction里面 它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所以我们22章呢 我应该回到22章 先回到22章 那22章的话我刚刚讲过内容是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呢 请你的同学自己看 因为这部分你们都教过 所以你们要复习一下 那我这边我这边列了所谓的第五版 第六版就是旧的 我不晓得学长因为现在没有买新的特本 都没有 那没有的话 那有关这本第六版 它跟第七版 第五版 它们不同的地方 在这一章里面就有 那是我就标出来的 五六七这是旧的 那新版里面的话 就是它把它调到前面来了 二三次 其他内容应该都一样 那这是 说明了一点 那同学要自己看 这个我们第一季考 也快了 我们下礼拜五就要考第一季考 对啊 下礼拜六次多么办 然后下改四 我们上课直接考 下改四 下礼拜六次总统大选 所以你们同学要开始要准备了 准备的包括了这一章这一部分 你们自己看的 有没有问题 你要自己看 那当然说我不看 你不看就不看嘛 那就看你的实力了 因为这部分的很多是以前你们都学过的 那只是说你再看一下 知道讲些什么东西 如果你看都不看 也不瞄一眼 那可能有 有一东西你可能不太记得 那考出完你就忘掉了 那就是 就是不会嘛 好 这个交代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要一样去看 好 那我先没有准备 我们平常回到直接到二三章 电飞硬化学里面包括的方法 我们课本就列了三类方法 二三章所谓的potentiometry potentiometry这个字 那这个字跟我们的potential很像 potential potential 电位 那这个potentialometry 这个重音在potentialometry 这个O上面 像这样一个很长的字 英文字的话 我讲过是重音很重要 你的重音放在哪里 那不是在第一个音节 这是在O上面 这个第一个音节 所以你是 我们通常一个原则 一个很长的字的话 通常 它的重音是在倒数第三个音节 所以你可以看的话 这个最后音节 这个trade 这个trade 这个第二音节 第三音节就这边 所以我们念成potentialometry potentialometry 那我们中文翻译成电位分析法 那这样一个方法呢 很明显的 你从那个名字上就知道了 就是你要去量的信号是一个电位 就是一个电位 这个方法你要量的信号呢 就是一个电位 电位 那我们在 这个你们学过电子学了 电话学里面的话呢 你的信号是电位 电压 电位电压 是一样的 电位电压 然后呢 是电流 电位 或者是电压 电位 电流 然后还有电量 库轮 Q那个库轮 电量 那我们第二三章呢 是量 电压 电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还没有讲 什么是电位分析法之前呢 在做的 一开始也做一个introduction 那这是它这个方法 它的一些特性 就是前面两个 这个方法 你要量电 就是potentialometry method analysis 你要去量的是一个电压 那么这个电压在哪里出现呢 是在一个electrochemical cell 它的一个电压 但是很重要的 就在量这个电压的时候呢 整个系统里面 它的电流呢 几乎等于 就是它的一个 一个特性 各位要知道一下 所以这个方法 是量电压 然后呢 整个系统里面的电流 几乎是等于 那怎么样去确保 或者说 怎么样去 确保 它的电流省于零 所以我们在仪器的地方呢 还会特别强调一下 有一个特性 这个先知道一下 这个第二点 那你量到这样一个 信号是电位 potential 那你的分析方法的话 你最终目的呢 你还是要去量 分析物 一个unknown 一个分析物的浓度嘛 所以你要 在这边的话呢 是测电位 那反映出来 你的分析物 它的浓度 不过这边分析物呢 很特别 是离子 是离子 所以这边特别讲是 kline 或者是mine 阳离子 或者阴离子 所以你的分析物呢 是离子 不是分析物 不是分析 那在这样一系统里面 你有一种一种电子 那这个电子呢 我们叫做 Ion Selected Membrane Electro 或者是前面中间那个字 membrane 我们要省掉的 叫Ion Selected Electro Ion Selected Electro 中文翻译就翻译成离子选择电子 离子选择电子 所以从这样一个名称就知道 你今天要用 这个系统里面 你要设 阳离子和阴离子 用的是一个离子选择的电子 那中间为什么还会加 有的时候会加一个membrane在中间 在这个Electro前 加一个membrane Electro 因为呢 你的基本的原理 为什么这样一个电子 可以去针对你要设的离子 它有电位可以反映出来 那个有一个原件 很重要呢 它是类似一个membrane 当对Electro 所以叫membrane Electro 一般人通常就叫Ion Selected Electro 就是 这边强调 这个方法去测什么 然后呢 这一类方法用到的仪器 装备呢 Equipment 是简单 而且呢 Extensive Inexpensive 什么意思啊 人家性 Inexpensive 什么意思啊 不贵 我们不要用chip 你刚刚讲的便宜 chip 为什么他不用chip Inexpensive 不贵嘛 不贵当然就便宜嘛 用chip的话 显得他太 太 太不值钱了 很小气 所以他我们动标 你不要讲chip 我们就讲in chip 不贵了 那整个装备 起来的话 应该在五万块钱之内 你看他的装备 那么多简单呢 他只有一个参考电极 有三样电极 另外一个indicator 来走 另外一个就是两电位的一个device 我们接一看下面 那在这个第五版之前 这个旧版之前 这张的作者并没有附图 他是用叙述的 就跟你现在看到的叙述一样 告诉你 有两个电极 然后有一个两电位的device indicator referent electoral potential mashing device 用叙述 所以之前我在教这部分的话 我自己画 我自己画两个电极 当一个device 画得不太漂亮 所以那个 后来呢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School 他另外在二面级的定量分析化学呢 他也自己出了一本 我们用的是Harris 分析化学 而School 就是我们一分课本的这个作者 School呢 他也出了一本 所以他出了两本教科书 一本是定量分析 一个是一期分析 定量分析 它的新版里面 它就有了这张图 所以我一看很好 所以去年我就用了这张图 那么一分 在这张里面 这个新版呢 它也用了图 也有一张图 可是这张图呢 不是这个图啊 同样作者 他在讲这边的时候呢 他不是用这个图 他用的是下面的图 从你们课本上看到的是 是这个图 但我觉得 上面这个图比较好 这个图应该比较好 我们去看一下 他们装备是两个电子 需要两个电子 然后有一个量电压的 一个device 那这两个电子 我们现在先知道一下 一个叫做 indicated electron 就这边这个电子 indicated electron 中文就直接翻译成 指示电子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叫做 reference electron 叫reference electron 那两电压的这个device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两电压的这个device 它为什么要出现一个 出现了 忘掉了 应该让它先不要出现 两电压这个device 看这个电码 Digital Voltmeter 就相当于是你的三用电表 两电压 你说两电压 我们电子学实验 都用三用电表 那在这个实验装备里面 两个电器之外呢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三用电表 三用电表很便宜 一千块就可以买了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这个作者呢 特别 在这个装备里面 特别把这个三用电表呢 这个两电压的装置 前面呢 都画了一个 这个线路 这个线路标 已经看过了 所以这个 不用问了 Voltmeter Follow 那各位知道 这个Voltmeter Follow 做什么用啊 只是为什么要强调 是我们真的 刚刚看不到这个吧 它这个线路呢 是在这个 你去买来的那个仪器里面 量电压的那个仪器里面呢 就有这样一个Voltmeter 包括线路在里面啊 那做事我会把它画到外面 就特别让你强调一下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用 你如果一定要用一般的三用电表的话 你要自己接一个Voltmeter 才可以 测得准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买 现成的啊 有这样的Voltmeter 在里面的 一个两电压装置 仪器 所以这个Voltmeter 在这边做什么用啊 同学上学做一份试验吗 不是做过这个线路 你讨论过嘛 对不对 我们特别讲过了啊 Voltmeter 发表的公式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量的电影啊 这个E Indicator Indicator Electual这边呢 它的电位 会随着你的分析物离子 浓度改变 这个电位呢 会改变 那我要量的就是这个电位 所以这个电位呢 E Indicator的电析 它的电位呢 就是我的Input 对这个Opem 对这个Voltmeter 来讲 第一应就是这个 Indicator电析的电位 请问你 这边的电位是多少 有没有变号 有没有变大变小 有没有同学 会全部忘掉吧 有没有同学 好 参与一些 所以Voltmeter 这边的电位 就Voltmeter 是Indicator Electual E Indicator 所以Voltmeter 是多少 一样没有变号 也没有变大变小 没错 一样 那为什么要需要 这样一个Voltmeter 论呢 滚压 我拎一拎 好 滚压 有没有什么错 还能说它更好的 更精准一点的 这个办案 有没有 很好 声音比较小 我帮大家讲一下 不要 你再讲一遍 大些一点 那刚刚那个专专业没有错 稳定电压 应该是说 可能是说 我希望量到电压比较准 不会 不会你吃到一个电压值跟它真正的电压值不一样 但这边如果没有它的话 没有这样一个VoltiFollow的话 你用一般的相用电表 它的内电阻是一个MΩ 好一点的是两个MΩ 所以10的6次方Ω 一个MΩ 或是2乘10的6次方Ω 两个MΩ 但是我们有一个VoltiFollow的话 它的电阻就是10的11次方Ω以上 或者10的12次方Ω 我们一般买的METR的话 大概10的12次方Ω以上 所以比一般的三用电表要高很多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你要去量着 这个EDK的Electro本身 它的内电阻就很高 就很高 它这边有个电位没错 但这个电位呢 它本身这个系统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子 你要去准确去测它的电位的话 你测量的仪器里面的内电阻 一定要比你要测的这个系统里面的电阻 要更高 要更高 所以说 它特别强调出来 这样一个VoltiFollow 好吧 那 我们继续看 就是说 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这个新的图呢 一样的 它有一个Bits of Meter 然后有一个Referent Electro 有个电 有Referent Electro一定一样 然后这个Metallic Indicated Electro一定一样 然后你量到了这个 你量到了这个整个cell 这两个电极的这个电压呢 cell电压呢 是Indicated Electro 减掉参考电极电压 就这两个电压 就这两个电极的电压差 你量到了 那我们课本上这个图呢 一样的 这个是参考电极 这个是Indicated Electro 你量到了电压呢 是Indicated减掉Referent 但是它多了一项 Junking Potential Junking Potential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 Refening Electro的 这个头的部分 有一个Junking Potential 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讲这个 就在这个阶段刚开始了 我想不要讲这个 如果 将来这个 有人要考试的话 其实 你直接用这样一张图 然后用这样关系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观念里面要知道 这个装备就是两个电极 Indicated Electro 然后呢 有一个内电子非常高的 一个量电压的装备 然后量到了这个电压呢 这个cell电压呢 就是这两个电子之间的电位差 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而至于说Junking Potential 是什么 我们在后面呢 再 再做解释 在这个阶段 我们先不要解释 好我们先看一下 已经出来的 已经出来的 Indicated Electro 它的电压 那么这个电压呢 很重要 因为你真正去量的是 是要去量这个电压 那这个电压 它是反映出来 你的分析物离子 这边的分析物呢 整个是离子 量力是音离子 它的Activity 它的这个活性 那活性跟这个Molar Contration 有什么关系啊 Activity跟这个Molar Contration 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这个是在第二十二章 或者在前面呢 我们就有提到过 那么所以真正的 你量到电压呢 它应该是反映出 你的溶液里面的离子 它的活性 不是Molar Contration 但是 我们在真正要用的时候呢 我们在计算 在讲解 还都是 直接是说 我的电位呢 直接反映出了 你分析物离子的浓度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就直接 做这样的曲线了 跟Standard去比 所以这个地方真正的应该讲 跟你的离子的活性 但是我们一般 我们直接就用这个Molar Contration 来代替了 另外呢 这个参考电子 它的电位是一个固定的电位 是完全知道 你知的一个电位 那么它的电位呢 跟你的分析物离子 是什么 它的浓度多少 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参考电子 它的一个特性 那为什么需要两个电子 就是我们今天 真正要去做的 你要测的是分析物离子 它的浓度嘛 那它的浓度多少 直接呢 我们有一个 Indicator Electric Go Indicator Electric 放下去 就知道 浓度多少 电位多少 可以反说吧 那为什么还需要 第二个电子 Tenial电子 可以 一个电子 就可以做的 那当然就一个电子 就可以了 那今天需要 第二个电子 当然有它的理由 这个理由 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它的电位 有 没有错 它在荣业里面 有这个电子 放下去 它就有一个电位 这个电位多少 你要去量出来 你光是它一个 量不出来的 我们量电位 那就是两点之间的 电位差 各位都做过电子 之间 两点电位的话 是这一点相对 相对于common 相对于哪里 两点之间的 一个电位差 这边也是一样 你有一个电器 有一个电位 没错 它直接反映出了 浓度多少 但是呢 你没办法量到 没办法直接量到 所以这句话 意思是这个电位 就是一个 一个特别的 一个电位 它的电位值 是没有办法去测到的 测不到 那你要测到的话 怎么办 要有另外一个 跟它相对 所以它需要有一个 已知电位的 一个参考电子 所以参考电子在那边 它电位 它是固定的 不能变的 它变的话 你射出来没有意义了 不能变 而且是已知的 那么这样子 想知道它 我们相对于参考电子呢 你会量到一个cell 你真正量到的是 这个相对的 Indicator Electro 相对参考电子 简标参考电子 它的电位 因为这个是一个固定 植子 你量到这个电位呢 就可以反映出来 Indicator Electro 这个电位 这个电子的电位多少 所以需要有一个 参考电子 它的角色就在这边 同学没问题 那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最重要的 我们这张要介绍的 就是Indicator Electro 就是我们的分析物是 氧力结合、硬力结合 你要测量一个磷子浓度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电子 这个叫做Indicator Electro 它真正的 Response to 你的分析物理子 它的Activity 活性 活性跟这个浓度呢 中间就有一个 有一个比例系数 活性系数 所以我们 虽然真正的理论上来讲 你量到的这个Indicator Electro 它是跟活性 是有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一般在用的时候呢 还是直接用浓度啊 代表 Inicator Electro呢 严格的讲应该有两大类 Metallic 跟这个Members Metallic 跟这个Members 那这个Metallic 最后各位比较熟悉 就以前你们讲这个氧化环音半反应啦 这个电化学的电磁啦 都是这一类 这一类 但是我们这一张 虽然 我们说Indicator Electro呢 它有两大类 但我们这张讲 林子玄的电机指的是哪一类呢 指的是下面这一类 所以我以前没有学过 就Members 这个Electro 所以我们主要的重点 我们这一张 主要的重点 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呢 是 呃 它虽然可以算作是这个 这个方法的一种 这个Indicator Electro 但一般来讲到 第一次选择电机 通常不是指它 都是指这一类 那 在讲它之前呢 因为这个 是我们主要的重点 是我们这一张 主要的重点 所以这个作者呢 他在讲的时候 就把这个 摆在最后 应该是后面 那我们整个系统 有两个链子 Indicator Electro Reference Electro 那Indicator Electro 是主要的内容 所以他把它放到后面 他一开始先介绍 Reference Electro 比较简单的 他先介绍 我们也是这样 比照办理好 好不好 所以我们先跳过去 这几张 参考电机 那目前常用的参考电机呢 大概就这两种 就还好 总量不多 那Indicator Electro 很多了 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介绍 它的原理也比较复杂一点 那相对来讲 Reference Electro 就简单多了 我们就这两种 Calm Electro Silver Silver Electro 对不起 Calm Electro 跟这个Silver Silver Cloride Electro 这两种 参考电机 那在还没有个别介绍 参考电机之前呢 再强调一下 就参考电机 它的目的 它的角色 它的目的 在一个电话学的 Cell里面 它需要有它 一定需要有它 那它的角色呢 就是提供一个 稳定固定的一个 Health Cell Potential 这是它的一个 角色和目的 它的电位呢 要固定 电位要固定 OK 这是它的任务 它的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量到的是这个 DataE Indicator的电位 相对参考电机 那你 难道它想知道 Indicator Electro 所以你的Reference Electro 必须要电位是固定的 它不能乱变 这个理由 很明显 我们下面就看一下 参考电机 这是我们新版的特点 它放在土 跟我们旧版的 就不一样 那么 旧版的什么样子呢 旧版的Galumet Electro 这个新版的Galumet Electro 左边这个 新版的Galumet Electro 在这边 旧版的Galumet Electro 是这个样子 那 平常你看到比较多的 是什么样子呢 是这个样子 看到比较多的 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 新版的 这个 这个 也有人在用 形状不一样 它的组成完全一样 那么所以 我想我们还是 两个都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旧版 因为我的资料 就写在这边 内容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 Galumet Electro 中文翻译成 干拱电子 所以 这个英文 也许你不认得 但是 中文的干拱电子 各位应该都知道 高中应该学过吧 有没有听过 干拱电子 只有几根点头 其他你们高中 有没有教过吗 不会吧 有没有教过 干拱电子 真的没有 OK 因为全我们学的就有 我们高中就有教过 然后 然后画面反应 干拱电子 有干拱电子 这个饱和干拱电子 有没有听过 还是没听过 那真的没有教 好吧 没有听过 你们就先来听一下 以后要知道 Kalumet 它叫干拱电子 那 什么是干拱 干拱是我们中文 干拱当然就是Kalumet 那Kalumet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化合物 就是 绿化牙拱 拱是二架 但是 那个 这边是牙拱 绿化牙拱 这样一个化合物 这个无极物 它就是 Kalumet 英文 中文就叫 干拱 所以它的主声里面 我们看它的半反应 就是它这里面 有绿化牙拱 这个是一个固体 白色的固体 那么两个电子的还原 一架的两个 一架拱 得到两个电子 还原成拱 这是liquid 然后呢 绿离子 两个绿离子 这就是它的一个半反应 绿化牙拱 得到两个电子 还原成拱 分绿离子 然后半反应 那有这个半反应的话 那各位都知道 这个还原半反应 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nerge equation 它的关系是在这边 1等于10 减掉 n分至0.0591 然后log 绿离子 那为什么在这个式子里面 有三个化合物 或者三个东西呢 这个式子里面 只有绿离子 问同学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在这个 nerge equation里面 只有绿离子 那个拱 还有绿化牙拱 都不在了 为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好来 分 对不起 大声一点 因为要水容易 那不是水容易 怎样呢 就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先问你啊 啊 真的 再讲一遍 大声一点 水容易没错 还是说不算 为什么不算 没有想 这个答案比较好 就是说 本来应该叫他写的 他写的话呢 拱是在分子 绿化牙拱在分子 但是呢 他们都是纯物质 所以他的量 他的浓度 什么都 我们把它当作一 这边是活性才对 我当作一 所以一的话 那意义就是一嘛 消掉了 就省略掉了 这理论上应该写 但是因为他 我们把 这个都是纯物质 所以他的浓度 活性 我们把它当作一 所以消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个要知道一下 这个也是在22章 你们在22章 要去看一下 所以他的这个 Nursy Equation 告诉你 你有这样一个 组成的话 就是你有这样 一个办法应 那他的Nursy Equation 是这个关系式 那表示说 那这里面 你会 这个办法应 本身的会有个电位 这个电位等于 标准电位 讲到 N分之零点零五九一 这边有两个电子 本来应该是 二分之零点零五九一 Log 那绿因子这边有两个 所以这边的绿因子平方 所以是 二分之零点零五九一 Log 绿因子平方 那这边平方 跟这边的Log 跟这边的 这个Log平方 到底跑出来了 跟这边的分母二 消掉了 所以才会有 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 这个要知道 你不要关系费 这个要知道一下 关系式是这样一个关系式 代表说 我们先看一下 代表说 我这样一个办法 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话 它的电位 是一个标准电位 这是一个定值 然后它只跟 锐体的浓度 是有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 我这个系统里面 只要维持 我的锐体的浓度 固定的话 它的电位 就是一个定值 对不对 这是我们对它的要求 它必须是一个固定的电位 它是需要是一个 电位是固定的话 我们只要保证 和确保 整个电级里面 它的绿力是浓度 从头到尾 都是固定 不变 做实验过程里面 它不变的话 它的电位就不变 它就完成它的任务 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这个电级 是怎么样去做出来的 那这个里面 我们不要看右边 左边是一样的 只有在最前面 这个头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看 这个左边那就可以了 这里面有两根同金元 中间这个玻璃 玻璃关里面 放的就是要有绿花牙拱 这边有绿花牙拱 这边有拱 这边有拱 所以变成绿花牙拱 这个拱 这个配色 配色什么意思呢 弧啊 降弧的那个弧 那你的那个什么 玉露膏 那个也是配色 所以它的状态就像那个 玉露膏 红豆膏一样 绵糊糊的嘛 你可以想到 有一个这个拱 跟玉露膏 还有这个黑蟹料 和在一起 就是中间这个 把它装在中间 然后上面有一个导线 它要那个传导助具 上面这个是一个导线 然后下面这边 要有一个开口 什么后 所以它可以跟外面的容颜 相通 所以这样你才能导电 神间开口 所以你在这里面看到了 绿花牙拱 拱 混在这里面 那绿地在哪里呢 是在外圈 外圈这个地方呢 是 饱和的绿化甲 饱和的绿化甲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呢 是用饱和的绿化钠 也都可以 就是锐地指 绿化甲 一般用绿化甲 是绿化钠 是在外面这个容颜 田松萌业的 然后在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封死掉 你把它封死掉的话呢 它就一个完全一个绝缘体 它不导电 这个电阻是无限大 不可以 所以它必须要能够 让这里面的离子 跟外面的容颜呢 要能够复通 离子可以进行输出 能够导电 所以这边放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容颜呢 装进去 然后一下漏光了 那不得了 做实验不得了 也不得漏光 这个水容颜呢 这个黑系要装进去 我们不希望它呢 会一滴滴跑出来 但是我希望它离子呢 可以进行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要放一个材质呢 它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容颜不会跑出来 会会滴下来 但是离子呢 可以进行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它用了 这个地方它用了一个 所谓的 Preted Dish 或者是一个Poreous Fiber 就是放在这边的材质 总的很多了 比如说是Preted Dish 然后说是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也许可能 同学不知道 什么叫Preted Dish 所以我已经带了 但这个呢 上次给同学看看 摔破掉了 粉的两边对胜 摔破这边呢 拖了一点尖锐 我没有处理 是贴了一个胶带 所以同学在船的时候 不要吃到手 你看呢 就是看这个白白的 就是这个旁边的 旁边的这个 这一根跟中间的中间呢 有一个白的Dish 那个Dish就是Preted Dish 它可以离子这一方 那我不想你这学期 你们都是做过实验 你们在上学期分析化学实验 有一个沉淀过滤 对不对 沉淀过滤 沉淀在这个过滤的那个地方 有一层白白的 对不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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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无敌模像的东西 过滤你的成绩物放在上面 然后抽过滤 然后去烘一下烘干 有没有 有吗 那这些人是不是白白的 是 那个就是Pretis Pretis 那当然它的那个BIS的孔洞是可以控制的 在做的过程可以控制它孔洞大孔洞小 我们希望孔洞能不要太大 所以临时可以进出 但是容易也不会跑出来 我还是传一下好了 要不要传一下 不用 我传一下好了 来 小心 那另外呢我也带了一个这个 刚刚我们有来走 那你可以看一下 真正做出来什么样子 那当然基本结果就是这样 当然做的蛮漂亮 做的蛮漂亮的 做的蛮漂亮的 像这样 就这样 这批文有来走 那对同学来讲你要知道就是说要会画 就是我们 比如说要会画 这个东西很简单 这顿面有一个内管里面放什么东西 然后外管放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开口 这个地方有一个Pretis 这个学校会画 所以我们肯定在用的东西 那我们再学习 这个一份实验呢 有三个实验 是电话实验 那第二个实验 用的参考电机应该是这个 天文外来说 天文外来说 好 所以你要知道这样 你会画这个 然后你要知道它的半反应 然后要知道它的 nercy equation 的关系 那么所以说你 希望那个电位输定的话 你的绿粒子浓度呢 你只要维持绿粒子浓度固定 电位就固定 那绿粒子浓度 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宝盒 Caturate 这个KHL 反而说我这个KHL 是一个宝盒的 Caturate KHL 那这个时候电机 我们叫做Caturate KHL 简称SDE Caturate KHL 是很常用的一个条件 好 第二个 这个 参考电机呢 就更简单了 就很多时候 像我们做的这个 第一个实验 激火 还有第五个实验 CV 这两个实验呢 你去看一下参考电机 它是属于 银绿化银 Silver Silver Chorate 这样一个电机 那第二个实验呢 使用的是KHL 那这个电机 那这个电机多简单呢 应该说多容易做 这个是一个银丝 中间这个是一个银丝 表面呢 Coding 绿化银 然后放在容约里面 也是 这边写的三MOL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三MOL NCL 你说饱和的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饱和的KCL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讲 这边 因为它卖的这个碳要链链 里面装的就是三MOL 的NHL 你要换成三MOL KCL 当然可以 你用饱和的 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银 表面Coding的绿化银 绿化银 外面的熔业呢 放的是这个 KCL 或者是NHL 都可以 一样是最前面的地方呢 也是要放一个 银子皮 可以参透的 可以进出的 熔业不要露出来 那我们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 VICAL 这个VICAL都非印的大型 VICAL 那这是一个 一个商标 就像这个TEPPER 还有这个PIRATE 这都是一个商标 VICAL是一种 也是一个玻璃材质 一个玻璃材质 只是呢 它的颜色看起来 跟刚才那个白色不一样 它黄色 红色 红色大红色不一样 那我这边也带来一个 那你们因为同学 很多人居然没有做过 这个第一个实验 第五个实验 所以你没有机会看 那你们刚才看 做到那边实验的时候呢 请你画底先看一看 你用什么参考电机 好不好 来 缠一下 那这个参考电机呢 是坏掉的 所以里面的溶液呢 已经干掉了 所以我拿来缠阅一下 那这样一个参考电机呢 一样的描绘画画 那么它里面只有银 绿化银 然后呢 有绿化银 然后呢 有绿化银 所以它的半反应呢 很像前面的有 有绿化银 这样一个固底 固底在银的表面 这个绿化银 这个固底 合到一个银的 还原成 E-Lin子呢 这一架 还原成零价的影像 然后绿粒就跑出来 所以它的 还原半反应 也在这边 Nurse equation 的形式呢 也是一样 跟刚才完全一样 E-Lin子 0.059 E-Lin子 绿化银 绿重度 所以我们只要保持 绿粿重重度 固定的话 它的半反应电位是固定 那就有资格 当一个参考电机 所以目前最常用的 就是两种 那在过去的话 第一种 为止 过去的话 几十年了 都一直用这样一个电子 那近几年 应该说近几十年了 近一二十年了 这个电子 用的就比较多了 所以目前就两种 你要用哪种 其实都可以 那中学没问题 放轻一点 放轻一点 这是一般哪里没错 好上一张 上一张 如果 如果 有些 如果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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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理论上讲 这边应该写二 二分之零点零五九 假如说 就这个半反应来讲 它的 能量 这边应该有个分母二 二分之零点零五九 代表它是两个链 但是 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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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 所以在这边的 Law 这边有 平方 这边有个平方 那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取了Law 这个2 可以提收完 这个2 跟分母的2 比较掉 所以才简化成这样的问题 可以 可以 你的问题是说 这边的半反应 全部属于2 可以的 所以变成前面是二分之一 这边是一个链子 这边是一个 一个 可以的 可以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其他问题 OK 其他问题 在这边 这边 可以告诉你 几件事情 左边 这个 这个三列 就是 钢口电析 右边 是一对化银 那钢口电析的话 告诉你 你可以用 0.1mol KCL 可以用三列 5mol 可以用saturate 所以这里面 你放 KCL 或是NCL 的浓度 你不一定都要用saturate 你可以用不同浓度 但不同浓度的话 比如说我们室温通常讲是25度C 它的电位值是不一样的 电位值是一样的 我们用比较多的saturate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要固定 从头到尾的附近就可以了 它的电位值呢 差不多0.2go附近 0.2go附近 0.2go附近 所以这两个电位值 并不太一样 差一点点 这是25度 25度C 你这个温度改变的话 这个电位也会改变 也会改变 一般做实验 你都是在试温 你可以用到比较高一点的温度 但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 这里面的荣业在跑 我们一般都在四位左右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 谢谢